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尼的语气啊 明显是很不甘心啊 那表情分明在说 我认怂 并不是我怕你 实在是实力不允许呀 熟悉欧洲历史的都知道 亚美尼亚跟阿塞拜疆以前都是苏联的小弟 苏联解体后呢 两兄弟各自独立了 但独立归独立 双方呢 都想把纳什地区占为己有 所以这十多年来呢 两个大聪明摩擦不断 人脑子差点打出了狗脑子 大毛一看这不行啊 你们这样搞不利于团结呀 于是开始出面调停 还派了维和部队 可惜呢 俄乌一打仗 大毛自顾不暇了 谁还有功夫管邻居的迫势 结果这哥俩又杠上了 2023年的4月 双方在拉琴走廊附近激战了数小时 结果呢 阿塞拜疆军队在一天之内就达到了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 拿下了纳什地区的主权 最终完全控制了局势 亚美尼亚呢 只能灰溜溜的撤军回国 按理说呢 老哥俩呢 军事实力属于五行孙跟五大狼比个儿 谁也没比 谁高多少 坏就坏在亚美尼亚着了三哥的道 最近几年呢 亚美尼亚为了整军备战呢 搞定阿国 全世界呢 打听谁家有既好用又便宜的武器出售 真愁呢 自家武器没销录的三哥听说后呢 当然呢 来劲儿了 拉上亚美尼亚的亚掌就去了自家的武器展 然后以三寸不烂之蛇呢 说服了亚掌 买回去一百门的阿塔格斯流弹炮 以及各种的火箭炮 反坦克导弹 反炮兵雷达 反无人机等等等等 总价值呢 约为2.1亿美元 还信誓旦旦的承诺会提供技术转让和后勤的支持 直接把亚美尼亚打造成了一支完整的硬蟹军 甚至还想把光辉战机和阿琼坦克卖给亚美尼亚 亚掌呢 感激替零之下呢 想给穆朗仙刻一个 印度媒体也表示 这是印度奴隶向国际伙伴出口国防接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可不是里程碑嘛 最后没有里程光剩碑了 输掉战争后呢 亚美尼亚前国防部长卡拉佩特扬契气机败坏地表示 藏饮都搞买的武器已经失灵一年了 印度制造的武器很糟糕 而且印度人却无能为力 这都是人家的原话呀 据说武器拉回来之后 不是驴不走就是摸不转的 雷达呢 见天的故障 炮弹呢 不是失灵就是炸糖 反正就是一个字 倍儿爽啊 一开始呢 三哥还派人过来指导维修一下 后来呢 问题太多了 三哥也搞烦了 直接指责亚美尼亚操作不当 企业的压掌呢 就想把老莫的祖坟给挖了 不过呀 话又说回来 这事呢 也不能全怪人三哥呀 毕竟三哥的武器 那真属于隔着门缝吹喇叭 名声在外呀 尤其是亚长采购的这款阿塔格斯榴弹炮 据说呢 这款炮在2017年首册时 就有一门火炮呢 发生了严重的炸糖事故 导致四名专家死亡 2018年二册时 又有两门火炮发生了故障 导致测试被中断 印度陆军呢 对此非常不满 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食物业的控诉的报告 谴责印度国营的军工集团的武器和弹药质量极差 也幸亏人三哥里没有315 要不然电视台365天都得住到军工厂 那合格率都没有咱医务生产的玩具告 你再看人家百年磨一剑的光辉战机 当着老莫的面呢 说掉就掉 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机会 所以说 你压长放着中俄的先进武器不满 非要去跟三哥讨便宜 布埃克恩都对不起人三哥的精子 赵奥派